分手沒台 說媽沒辦法 不用說 來回頭 要媽媽回頭 不用說不用說 不用說 不可能 不要再人家 不可能再人家 不可能再跟他這個人家 你不能再說下去 只要不客氣 你要坐在那裡 坐在那裡 你不可以坐在那裡 坐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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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可以坐在那裡 坐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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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俊與小鳳 雖然苦苦哀求富裕與金途 拋開成見 讓兩人結婚 為多年來兩家人的 紛紛擾擾畫下句點 但或許是固執 又或許是放不下面子 始終不答應這件婚事 讓這多年的兩家交惡 繼續蔓延 我們衷心期盼在將來 兩家能夠劃破隔閡 別讓錯誤延燒至下一代 好 可是這個 有時候上一代的恩怨 有時候影響到下一代 這樣是一個完全是一個 這個不知道怎麼去很可惜 好 我們還是要給他們 敬意書好不好 好 我們還是給兩大家族 一起的建議 我們分個人了好不好 來 我們第一個建議是 你看這兩個家族 三代同行認識了 五十年之久 這麼難得 那這個緣分到底是善還是惡 絕對不會是一件事情 所引起的 一定是大大小小的 恩恩怨怨所累積 所以我們要學習的事情是 溝通是隨時隨地 都要進行的 第二點呢 其實世界上跟台灣有很多的人 都在有所謂的 原始老殿 或是絕無分號相關的紛爭 那我覺得看到今天的狀況 真的很難解 但是我們至少要勸他們 是不要惡性競爭 因為惡性競爭通常都是兩敗俱勝 做生意啊 廣結善緣 第三點 冤家以解不以解 上一代的恩怨不應該繼續 傳承到你的第二第三代 因為這樣子 所累積的怨恨 會越積越深 從今天個案當中 我可以 我覺得其實做分手的一台 就是一個社會的縮影 那對照一下 現在的台灣的政治環境 你看台灣為什麼 被稱之為寶島 是因為我們事業可以自由競爭 我們戀愛可以自由意志 我們的宗教可以自由去選擇 我們缺的就是族群融合 如何融合呢 就是包容 祝福大家 好 包容 這是大家最難做到的兩個字 包容 來 王瞳有沒有什麼要補充的有沒有 因為他們是三代同堂 然後我覺得不應該把上一代恩怨 這樣子 累積到孩子的身上 對 戀愛是多麼快樂一件事情 我希望 而且他們吵架還是有這麼有默契 我覺得他們之間一定還有很多機會 可以好好溝通 然後變成好鄰居 好 所以還是要多溝通 對 好 翔翔哥哥來 其實我們剛剛看他們吵架的時候 就是兩位先生在吵架的時候 你會感覺 其實我們看了會覺得很可愛 可見他們以前真的是 還是有好兄弟的型的 對 那我覺得其實我今天給比較客觀的一件事 如果真的你的鄰居 比如說造成了一些髒亂或者是什麼 其實現在是有社區調節委員會 可以幫助大家做這些事情 對 除了就是要上我們分手擂台 尋求我們幫助之外 還是有別的管道 好 我們常常說會遇到分手 我們剛剛前面也講 都時間的累積很重要 累積太長的問題 又真的很難解決 還有人常常講說 愛這個字 愛能道跟恨是背道而馳嗎 也有人說 愛有愛的時候就不會有恨 有恨的時候肯定沒有愛 所以愛恨絕對不是互相交織的 它永遠是不能受成立的 有愛的時候就不會有恨 我們可以看得出他們這個家庭裡面 上一輩子就是只有恨而已 因為恨出現的時候 任何一滴的愛都不會出現的 如果有愛的部分裡面 也是一個相對互利的愛 這個愛還不是完全成立的 最重要我們是看到英俊跟小鳳 我們希望他們兩個多做溝通 跟上一輩的跟媽媽跟阿公 好好在溝通一直 不一定他們兩個的婚姻 可以造成他們全家 從此變成一個好的鄰居 好的一個親戚 好 謝謝你收看我們分手的一台 也謝謝三位陪審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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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厲害 謝謝 好吧 我叫你 給我的 這裡